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林画国画 很多人问初学者从什么入手 入手的点很多,一块山石,一棵树 如果你想现在就开始入门 那你就好好地画这一棵树 这棵树非常有代表性 难度适中 你反复画这一棵树 到时候一定会举一反三的 我们画树木,一开始画树干 有的人喜欢从下面往上画 有的人喜欢从树枝开始往树根画 都可以 但是你画的过程中 一定要有这种叙事对比 轻重对比 很多人说了 我对比不出来 那这跟你这个笔墨有关系 尽量用笔尖占墨 这样第一笔它就比较重 越画越淡 用这个方法来画最好了 画国画和书法一样 千万不能急 告诉你方法了以后 你一上手感觉到画不好 就开始急了 是不是方法不对 是不是笔不对 纸不对 没有那么多不对 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画不好 我们一定要调整心态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你只要方法对了 剩下的你交给时间 画叶子的时候 我用的不是特别重的墨 当然这些轻重啊 都是对比出来的 很多人说 你这个墨色也挺重的 待会我用更重的来提一提 它就成淡的了 所以说什么都是相对的 现在用重墨 更重的墨 局部提一下 让它更厚重 这个不能画太多 画太多整个就成了一坛死墨了 要让它透气 我们只要能够熟练的画一棵树 后面那些树啊 难度就不会很大 你用十成功力 学会第一棵树 当你学第二棵树的话 顶多用五成功力 并不是说第二棵树 也是同样的难画 它这些基础啊 都是逐渐的累积的 你甚至国画 画的特别熟练 特别好了 你从来没画过花鸟画 你一上手都会画得挺不错的 你看画面越来越厚重了 好我们看一下局部 猛的一看 黑乎乎的 仔细一看 它是有层次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